好 第六个录音 换成一个说唱 这个是当时我姐结婚的时候呢 我送给她的新婚礼物 可以说感动了所有的游客 感动了所有的人 就是没感动她 好 我们一个词叫做 就叫做姐 酷狗基本上都找不到 也是以前的一个 说唱风格的吧 送给大家 喜欢的 喜欢就留一下了吧 有那么一个人 他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他每次过节都会带你出去玩 你怕吃药 他又哄着你 你生病了 还一样着急 他不是你的妈妈 不是你的恋人 从小一直到大 你就说个好多的话 你说别把房间弄得太乱 那是咱们的家 你说我要好好学习来 笑请咱的爸妈 你说一天天的干净点 早晚刷牙 你说冬天出门 小心哪 下雪路滑 你生日生多的油太长 让我慢慢来 怕你说地 你快点 想大了 二十年来 我都未曾说过肉麻的话 那是一份牵挂 别赖着我而是责骂 就想突然看到 你拼脚的白发 你比我大了 十二年 这十二年的牵挂 翻演我已经长大了 你也快要出嫁 每张满的白发 透了下半辈子的话 时光景色 等一下 让我留出这一场 等一下再等一下 再来一次责骂呀 我抬头望着天空 依然还是那么的阔 姐 我们都要努力 都要好好生活 就算忘了目标 你也别忘了天空 还有太多的话 被我对成最后一罗 回忆也许会遗落 每人生死会晒烁 还有太多的话 我不想用嘴去说 怎么想怎么做 路本就比天空 还有八十年的路 它可惜不算太多 我会是你的骄傲呢 陪你一起走过 从小一直到大 只说过好的的话 你说别把房间弄得太乱 那是咱们的家 你说我要好好学下来 校庭咱们的爸妈 你说一天天的干净点 早晚沙哑 你说冬天出门 小心啊 下水路滑 你身上断了油太长 让我慢慢的爬 你说弟啊 你快一点长大吧 好 别留个录音啊 送给我的姐姐 喜欢的点一下观众 下一个是第七个了吧 OK 下一首录音节 拜拜